这盆灯笼花种下去已经有一个星期了 这个状态非常的好 这个新芽都有这个生长的迹象 现在就把它搬出去正常养护 我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一样 这个地方每天可以晒四五个小时的太阳 对于这个灯笼花来说是可以让它生长和开花的 因为这个灯笼花它虽然是洗这个光的 但是它也能耐半阴 只不过是开花 如果光照不足的话开花没那么爆 另外这个灯笼花它是比较耐热烧耐寒的 只要零度以上就可以安全过冬 像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冬天不会低于零度 所以不用搬回去 所以我是计划让它爬满这个柱子 到时候开启花来应该会非常的壮观 这两盆兰花已经花了一个星期了 现在就把它们搬去正常养护 我暂时把它们放回原来的这个地方养 这个兰花它是喜欢半阴通风湿度高的环境 我的这一个地方的话是可以晒到一点太阳的 春秋冬三季晒太阳不怕 但是夏季的话就要给它遮阴了 然后通风的话这里非常的好 然后就是这个湿度 这里的湿度可能还差了一点 还得想办法给它蒸湿 因为上盆的时候没有给它浇这个订灯水 现在就给它浇透 所以我们再来的湿度碗 这就是这个湿度太阳满了 我还能够翻译它 就是这个湿度太阳满了 所以我们在用这个湿度太阳满了 这就是这个湿度太阳满了 但是我家传的湿度太阳满了 你不想让它太阳满了 就是这个湿度太阳满了